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沙拉越国阵成员党将会退出国阵的消息 传托满天飞 如今更有消息就是 沙拉越国阵将会在下周二召开会议 沙拉越首长兼州国阵主席阿邦索哈利预料将会在会议上宣布退出国阵的决定 而消息来源告诉新州日报 新成立的组织不会亲国阵和西蒙 而是专注于本土政党阵线 但基于沙拉越发展利益 以及确保沙拉越政府继续稳定运作 有关的阵线可能会接纳有五名中议员的联民党 并且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 而来自人联党的消息称 沙拉越国阵成员党确实已经有了共识 成立新的本土政党阵线 而人联党将会跟随沙拉越国阵其他成员党组织新的本土阵线 真正的为沙拉越和沙拉越人民利益而奋斗 一名人联党的领袖说 沙拉越国阵脱离国阵另外组织新的阵线已经不是秘密 无需隐藏 针对此事件来听听东马施副执行编辑何丽萍怎么说 现在的情况 国阵的招牌在民众的心里是和票房毒药没有差别了 沙拉越国阵三年后将面对州选举 目前可说是已经感受到三年后能否继续保住执政权的压力 如果现在不为自己找出路 三年后可能就是沙拉越国阵倒台的时候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 行踪沉迷的一马公司案件的关键人物刘特佐 一直变成自己没有参与任何舞弊事件 但内政部长慕尤丁今天透露 执法单位已经有了充足的资料显示 刘特佐就是一马公司病案的其中一名主要的刑犯 而政府将会尽速的采取法律行动 将刘特佐绳之以法 对此刘特佐今天也已经要求代表律师联系反弹会 以注查SRC案件 刘特佐发言人指出 刘特佐清楚知道反弹会的要求 并且已经要求律师与反弹会接触 阐明他会配合当局的调查工作 另外反弹会今天也紧急传召了 刘特佐及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聂法依莎 以协助调查SRC案件 并且促请认识或拥有上述人士消息者 可以联络反弹会的查案官罗斯里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前逃中的沙巴州前首席部长穆沙阿曼 以及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玛 至今下落不明 对此总警察长福姿就透露 警方相信穆沙阿曼已经潜入了问来 但移民局并没有穆沙阿曼的离境记录 对此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阿里今天就说 如果穆沙阿曼和加玛被证实是通过不法的管道出境 将会受到严厉的对付 正所谓新政府新作风 即反对党国会议员将会获得20万令吉的拨款之后 首相杜马哈迪今天主持国家财政理事会议时候就表示 每个州属的人均收入不一 一些州属很富有 一些则很贫穷 因此他认为必须对各州公平发放拨款 而非根治人均收入来发放拨款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为了能够更有效的职访 以及减低车祸意外率 该部门将会探讨新政策 那就是如果发现长途巴士或司机有太多的罚单未还 或有犯罪记录 交通部或将不允许相关的巴士公司更新营运执照 最后让我们来看体谈消息 上个月曼谷汤优杯赛事中 大马队分别拿下第七和第九的成绩落败 为此大马语总会长诺萨在今天承担国语失利的责任 正式宣布辞续教练和训练委员会主席一职 并且由曾经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现任余总秘书 黄锦才接任 首要的任务就是致力于重新检讨整个国家队的表现 并且探讨是否需要聘请新的技术总监或球队总经理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